投资五亿元的工程变烂尾 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中国缺电导致上海外滩吸灯 背后的原因又很暖心 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 背后的原因还是很暖心 在中文的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类都市传说 无论是婚丧嫁娶 红白喜事 劳燕纷飞家破人亡 亦或是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 但凡只要在后面加上背后的故事很暖心 就能妥妥的成为正能量的好消息 什么没听懂 那我就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让你对背后的暖心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当你在社会上遇到坏人的时候 我知道你人脉黄有很多关系 只要你把我弄出去 你开开说 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策划 今天加班改 改不好 你就不要回家了 然而通过反转 你会惊奇的发现 你看到的坏人 其实是正义的化身 不该做的 我绝对不会做 其实正义只是不曾声张 他从来不会缺席 通过反转 你又会发现压榨你的老板 其实是体恤员工的暖男 如果不行就直接开掉 他刚毕不久 不太有经验 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一直看到苛责 却没有看到机会 于是暖心就这样涌上了心头 总有一些误解 不去了解 是不会解开的 这种暖心的反转 还逐渐演化出了许多变种 总之不管怎么样 在中国你几乎每天 都可以找到一个暖心的故事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 反转后再反转 暖心之后更暖心的故事 那么今天的故事从哪说起呢 最近某脱口秀演员 在他的脱口秀表演中 说自己的狗抓松鼠 涉嫌侮辱了解放军 那咱们就从 不能被侮辱的解放军 开始说起吧 在前不久的疫情期间 中国的自媒体上 出现了这样一则 看起来也涉嫌侮辱解放军的影片 网友们纷纷表示 十六年未见家人 那他五岁的儿子从何而来 背后的故事 着实令人暖心 有人为解放军反驳说 你大概不知道部队可以探亲吧 那你大概不知道 未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吧 有网友解释道 说是十六年未见家人 可其实部队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部队通常也会允许家属 偶尔来部队里住上一两天 于是啊 这一说法 不但是涉嫌侮辱了解放军 又妥妥的涉嫌了侮辱军人家属 你一定会觉得摸不着头脑 来部队住个一两天 咋又侮辱军属了呢 因为这样的军属关系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一个有关疯牛病的笑话 一位女记者采访农场主 问啊 为什么这么多牛会得疯牛病呢 农场主回答 是因为牛啊 一天急待四次 而一年只交费一次 女记者依然表示不明白 于是就棱场主冷笑的说 那如果换作是你 一天被人急死 一年只做一次 是你 你疯不疯 那么十六年期间 军属就来部队住一两天 不见面就养大了孩子 岂不是把军属形容成奶牛 这不是构成了侮辱军属罪吗 平心而论 如果他们可以通过脑补狗抓松鼠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就属于侮辱解放军的话 那通过疯牛病的笑话 脑补他们在侮辱军嫂 又有什么问题呢 对此事件 还有网友表示 十六年未见家人 却有了五岁的孩子 让他联想到 暖心的抗日神剧中的经典台词 还有神议员八年抗战 也十分令人暖心 在这些抗日神剧中 更令人暖心的是 敌后便一对传奇中的男主 他可以将吃了一半的包子 水手扔出去 成为炸弹 包子哦 甚至还研究出了 以小便触发的地雷 你一定会觉得说是鬼扯 但其实啊 这些抗日神剧中的故事 是受到了真实革命 老红军的启发 背后啊 还有一个令人暖心的故事 我一看这油箱的油表 一个个都不够了 那战斗机的那个小便的话 就用不着上便说 就把那管接过了 就那一查 我直接这一泡尿 就进油箱了 进油箱了 我一看 油标起来了 起来了 一个个儿夹了 还一个二 我是这回事 我他妈爸 还走 哪儿不走 干掉你 要不就有始有终了 我心里话 打一个狗本 俩路我捞一个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通过多长时间 给他打掉的 这个王牌 也就七分钟吧 所以老红军一抛尿 打下美军两架飞机 听起来 有涉嫌侮辱解放军军事装备的嫌疑啊 2020年 央视力捧了一名抗议女护士 赞扬她费尽千辛万苦 嫁给军人背后暖心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啊 是这样的 女主人公名叫辛慧 那年25岁 是一名江苏南通的护士 在疫情期间 她瞒着父母 几经波折 进入武汉 并在那里 做了55天的志愿者 随后 这位女主 在央视高调增婚 自称自己啊 从小就崇拜军人 一直都有一个 嫁给冰哥哥的梦想 从小到大 我就特别特别的崇拜 中国军人 特别特别的崇拜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还有一个 特别伟大的私人梦想 就是 我想嫁给冰哥哥 我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军嫂 通过央视的高调牵线 她很快就如愿以偿 没多久 就和一位名叫王林的军人 成为了情侣 并在十一期间 公开高调求婚 此消息一出 人民日报 夸赞她是中国最美抗议女护士 于是 这么一个励志 而又暖心的故事 在华夏大地 污天盖地地传开来 可你一定想不到 背后啊 还有一个更暖心的故事 就在女主被央视报道后不久 便有网友爆料 这名最美女护士 在征婚期间 还是已婚状态 欲有一词 还有图有真相的 附上了孩子的幼儿园 对妈妈进行表彰的图片 不仅如此 还有人在网上贴出她 欠钱不还的裁决书 证明这位最美女护士 早已被列入了 失信人名单 听到这儿啊 你一定会为那位无辜的冰哥哥 被扎女欺骗而打抱不平 那你可就太天真了 因为背后啊 他还藏有一个更暖心的故事 有知情人爆料 冰哥哥和最美女护士交往期间 还同时劈腿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为了和另一位女友分手 这位冰哥哥甚至还威胁 要将两人的私密小视频发到网上 到这儿 你可能以为这就完了是吧 暖心的暖心的背后 还更暖心的是 这名最美女护士还被扒出啊 她其实根本就不是个护士 只是一个曾在退休干部中心 工作的前台接待 就连官方都跳出来做了证实 南通卫计委公开回应 这名最美女护士 根本不是什么医疗工作者 也不属于医疗卫生系统 也没有护士资格证 就此啊 抗议女护士 嫁给冰哥哥的 被网友戏称为小三配渣男 此瓜一出 央视等各大媒体 只好纷纷暖心的将报道删除 可是删除有用吗 央视公开拿渣男渣女 来侮辱解放军 有关部门是不是应当进入调查 央视是否涉嫌了侮辱解放军呢 加入海军陆战队的网红 在2020年 央视发布的这样一则报道 一名00后网红 放弃了60万年薪 和自己心爱价值40万的跑车 下入解放军 背后暖心的故事 这个暖心故事的男主 名叫刘长江 那年20岁 他就读于当地的广播电视大学 由于自身条件比较出色 曾获得过许多 例如南模冠军 全国健美冠军等奖项 2020年 他签约了一家经济公司 成为了一名网红 据称他的年收入为60万人民币 成名后还给自己买了一部价值40万的跑车 就在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前夕 他却放弃了一切 选择了参军 毅然决然的撕毁了和经济公司的合约 为了支付违约金 不得不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跑车 这样一则励志的故事 很快得到了央车的报道 俗话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万整的网友们 很快就爆出了背后的暖心故事 这名最帅兵哥 获得高兴的方式 竟然是在推特上 出售自己拍摄的 同XX小视频 于是网友们纷纷吐槽 难怪他那么大的动力 要去军营里生活 事件曝光后 这位最帅兵哥哥的微博账号 被政府清空 媒体也迅速删除了 相关的报道 央视再一次拿行为不检点的 劣迹艺人来 一而再再而三的 当众侮辱解放军 有关部门 是否应该介入调查一下 央视的背后 是不是有境外敌对间谍势力 会说英文的保安 最近网上流传出了 一名50岁大叔 用流利的英文 和外国人对话的影片 被中国的各大媒体相继转发 他之所以能够被 广泛传播的原因 换句话说 他的宣传价值是在于 可以告诉国人 中国很强大 即使是一个不前的保安 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不过当这位大叔 与外国人的对话 被翻译成中文后 又成为了一个暖心的故事 且不说这位大叔 自称最喜欢的VOA广播电台 是美国政府出资 主攻意识形态 在中共眼中严重反华的媒体 我们就暂且相信 他只是在看VOA的科技板块 VOA真的有科技板块吗 好奇的我 打开了英文版的VOA网站 他的板块中有 美国新闻 乌克兰局势 新闻自由 中国 伊朗 再来看VOA中文的主页 论者吴江四个大字 着实把我雷到了一下 不过为了找出 这则新闻背后暖心的点 我费尽波折 终于在鸡脚盖拉里 找到了他所称的科技板块 里面的新闻是 蒙大拿成为中国 第一个全面禁止TikTok的州 脱口八个字被罚1400万 尽言之力让娱乐业人人胆寒 这位大叔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涉嫌了 侮辱解放军的智商啊 别问我为什么 如果你看不出来 那说明你的政治觉悟有问题呀 被封号的孔一己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和央视在前不久发布的一则 鼓励大学生放下身段 去从事体力劳动的宣传片 其中一名赤裸上身 拉车的苦力 和一辆迎面驶来的保时捷汽车 形成了鲜明的贫富差距的对比 引发大量网友依奉挖苦的事件 名叫鬼山哥的博主 发布了一部阳光开朗孔一己的歌曲 遭到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毒打被封号 这则消息想必大家都知道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 背后还有暖心的故事哦 这名创作了阳光开朗孔一己的鬼山哥 过去啊 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粉红 网友们都纷纷记得 他过去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讲个笑话 自由民主 这句话是粉红五毛圈 最常见讽刺西方民主的官方话术 令人暖心的是 鬼山哥被社会主义铁拳撤了之后 现如今已入驻到油管 讲述自己被封号后的日子 于是有不少网友纷纷嘲讽 很喜欢鬼山哥说过的一句话 讲个笑话 自由民主 诶 打人不打脸 这家伙不对自己说的话抱歉 还好意思来YouTube 见人说人话 这不就是以为的标配吗 经典回顾 现在尝到社会主义铁拳的味道了 这导致解放军再一次遭受侮辱 我就知道你们还不关掉影片 就是想要知道 为什么那个保安和孔一级 涉嫌侮辱解放军 那位保安身穿的服装 从远处看 是不是特别像解放军的服装 孔一级 孔一级是鲁迅写的 鲁迅在1927年 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同年解放军的前身红军成立 这不就惩上关系了吗 所以这不就侮辱了解放军了吗 欲加之罪谁他妈不会啊 欲加之罪